大家好,欢迎您收看7月1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玉里镇一文中心在今年的6月份 办理了场馆整建再造工程开工典礼之后 许多的民众对于一文中心的未来建筑样貌也非常的感兴趣 而建筑师就表示,未来整个建筑体会是以白色为主 来呼应花林限定的蓝天 而镇长公文局也表示,非常期待未来的场馆室内的装潢 因为这里一直都是证明喜好运动的好所在 玉里镇一文中心在6月份办理了场馆整建再造工程开工典礼之后 许多民众也对于一文中心的未来建筑样貌非常兴趣 建筑师表示,未来整个建筑体会是以白色为主 来呼应花林限定的蓝天跟绿地 未来在风雨来的时候更耐厚 极端气候不会对我们建筑造成影响 也不会渗柔,容易清洗耐污 再来白色的亮体可以跟我们的蓝天绿地形成一个 一幅画一样的美观的景色 所以说这样子的形态呢 就会变成我们建筑外的蜕变的第一部表演 一文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所以它会是多样化的公共空间 就会在这个正工作的迫近这个区域里面诞生 这是未来我们希望呈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风貌图 像一个人跟大家结束的工作 外观到内装到设备 以及增加新的技能上的使用 如何豐富我们这个长指的未来活动 建长龚文俊也表示 非常期待未来场馆室内的装潢 因为这里一直都是证明喜好运动的好所在 计划提升到五千多万 那么刚才听到我们建筑师在报告 从灯光运动的时候的灯光 因为现在这个灯光运动起来是非常热 在里面像一个火炉里面 那当然也要很希望 因为域里这边支援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建筑师这边也要拜托 能够尽快的如直如实的 赶快来把它完工 让我们的预理证明 对于这一份的期待 能够趕快来落实 在花莲县政府补助商 正统筹款以及花东发展基金 挹注之下 赤资了五千八百多万元 来办理预理义文中心内部空间功能的整建 整建之后的预理义文中心 是一座整合义文表演 影视运动等多功能的复合市场馆 希望为花莲义文相关产业 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记者高雄雄玉理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